活络社区拔钢琴 邀请乡亲到铁道园区吃烤猪 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在中秋节连续假期9月9号 要举办绝对中秋活动 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钟 有电影、音乐还可以逛市集 走读花莲 帮忙一起赏乐吃烤猪肉 欢迎民众来体验不一样的中秋 中秋年假何处去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的铁勒新供应团队 花生客厅、铁道电影院等 将在中秋连假的9日第一天 规划办理绝对中秋活动 有别一望在家团员赏乐 这次将邀请商亲一起来铁道园区 看电影、听音乐、逛市集 赏乐吃烤肉 铁勒新团队以及音乐基地跟影视基地 我们三个单位我们一起合作 一起来办这个活动 那因为过去应该是这一两年 文化局都一直释放这个空间 它其实是在释放一种 就是我们要活化这个空间 那从这一两年一直以来 我们对于周边的里民都非常感谢 因为他们在这一两年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不管是我们在活动上 以及我们在一些课程上 甚至一些走读的设计、课程设计 他们都给予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这一次办的中秋晚会 音乐会其实也是以老歌的形式 然后配上一些爵士、新的爵士乐 然后来诠释这个老歌 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附近的里民 能够一起来跟我们一起 享用这个很美好的中秋晚会的这一段时间 六点的时候我们会准时敲钟开饭 开什么饭呢 我们这次要做的是中秋烤卤猪 烤猪啦 中秋烤猪的一个活动 那也是非常的希望大家 不管是里民啊 或者是对于这个铁道 有一些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前来 一起来享用我们的晚餐 然后这一切的费用都是包含在这里面的 活动从下午两点开始 由花莲铁刀电影院的魔法阿嬷4K修复版 及生根室内乐团 我要把阿嬷卖掉音乐剧开始 期间安排762书库的室内走读课程 以及绝对中秋市集 傍晚十分将邀请金曲歌王浩恩、爵士等音乐 同时享用烤猪肉及部落美食 要让花莲乡亲有个不一样的中秋佳节 记者长帮燕华联士报导